这里我们需要戏聊 如果没有戏聊的话 很多网民会讲 我们在帮Brian Lu洗吧 带起来这个T-Life 然后他还自己做了很多其他的品牌 对 为什么 为什么Chart Time做不到 这是我想要问的 你们Chart Time Malaysia 有infring到我们的contract 也就是说你有毁约的成分在里面 Court won't help those in cheat 无阶段的骂了他一句 就是讲了 耍手段的人呢 法庭是不会帮这种人 大家好我是Gin 我是Ivan 那欢迎大家呢 又再次回来到ZFounder的频道啦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带领 更多年轻人呢 去认识这个商业世界 那本节目呢 是由ZFounder跟Tozov呢 冠名播出 那Ivan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个 我觉得每个马来西亚人 都会很喜欢的一个表题 也就是关于T-Life 那T-Life这个品牌呢 因为它是马来西亚的品牌 但是它的争议性还蛮大 为什么 是关于到它整个brand的 history跟它的来源 然后它的创始人 Brian Lu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啦 还是有两派的粉丝 就是有一派人呢 真的是非常的讨厌它 然后有一派呢 是觉得 哇这个创始人真的是 还蛮厉害的 可以成长到 差不多800多间的 这个奶茶店 那最近呢 差不多也要到1000家了 那为什么今天 我们要聊这个话题 是因为T-Life最近啊 刚刚融资了10个million 哇哦 1000万呢 去做什么 去开启珍珠厂 我们今天就想聊聊 你如何看创始人Brian 还有他的那个创业历史 那我可以先分享一下 因为之前我在我的账号 有设备他 我可以把 一片骂神 我可以把那个post 放在这里 哇那时候呢 那个like啊 有2000多 哇哦 然后是有一般人 真的是 如我们刚才所讲的 有一般人呢 真的是非常支持他 也有一般人 一直在那边骂他 是关于到 因为查time 跟他的纠纷 OK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 Brian 大概他的历史 是从哪里来 他本身呢 是玻璃式人 也是玻璃式 他是从那边长大的 过后呢 他就跑进一个公司做工了 OK 可是当时候 他就非常不开心 就觉得 诶 他的 天选之人 对对对 他的人生呢 应该不止如此 他就在那边考虑说 诶 我到底可以做些 什么不同的东西 那时候呢 他就去了台湾 嗯 当时候应该是去旅行了 啊 结果就看到 那边的奶茶文化 哇 真的是越来越大 也看到本地的 这个奶茶的 consumption 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嗯 那他就心想说 诶 马来西亚本来就有这个 养茶的 这个文化在里面 嗯 就是我们 无时无刻 呃 没有什么事做啊 都会叫朋友 诶 你要不要去养茶 尤其是男生 你要不要去养茶 都是去妈妈那边咯 交一两杯 大陆 都可以吹水 吹个两三个小时 再回家睡觉 我就这样咯 所以 他那时候就心想说 诶 这个文化都已经在了 嗯 那如果我把奶茶带进来马来西亚 是否能够再兴起一波风浪呢 啊 然后可以从中赚取 呃 一笔 呃 钱财 嗯 那这时候呢 他2010年的时候就带进了 茶time进来咯 嗯 然后那时候呢 茶time 呃 是 可以说在台湾 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吧 很少吧 因为最近我也从台湾回来 江振 我也没有看到茶time 在那边 有看到都可能是一两间吧 我觉得比较少 那时候呢 就带了进来马来西亚 OK No Brian也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在去年的时间吧 他应该是从一家店 扩展到了两百多家店 就是说 七年的时间 2017年是海经两百多家店 对对对对 两百多家店 那这时候呢 他是非常厉害吧 我觉得两百多家店 七年时间也不是每个人 可以所做到的 的东西 可是这时候呢 那个风波就来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网民 讨厌他的地方 嗯 因为2017年呢 发生了什么事啊 就发生了一件事 Lakafa呢 也就是茶time的 总公司 总公司 突然间呢 就出了一个 Lawsuit to Brian Lu 就是讲 诶 你们茶time 马来西亚呢 有 infring到我们的contract 也就是说 你有毁约的成分在里面 OK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他们说 Brian呢 没有跟他们的总部啊 嗯 拿他们的原材料 嗯 而是自己呢 去找其他的厂家 去拿 拿那边的原料 然后再组成 马来西亚的茶time 嗯 再卖给本地的商家 嗯 那这件事一出的时候 就很多人开始骂 因为他就会说 欸Brian 为什么你会毁约 嗯 为什么你是一个企业家 是一个创业家 你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嗯 OK 然后过后就 各有各的说辞啦 嗯 就讲我自己是没有错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哦 一定 就是讲我没有错的 那 我们可以先聊一聊这里 嗯 因为我会发现到 这里我们需要细聊 如果没有细聊的话 很多网民会讲 我们在帮Brian都洗白 哈哈哈哈 OK 那我们从History来看 他们一开始是先到了 High Court Level 1的Court OK 然后这时候呢 这里是T-Life赢了哦 哦 OK T-Life既然赢了 这个 这个第一阶段的 这个Lossuit OK OK 当时候呢 那个法官只是说 OK 任何的企业的Document 还有任何的Information 这些Recipes 这些东西呢 你都应该给回XTime 因为这个是他们 应有的Property 这样为什么是T-Life赢呢 那个时候 可是 你看啊 第二点啊 他们没有叫它Shutdown OK 就是你不需要 把200多间的XTime 还掉 还回去给它 对 所以这时候呢 很多人就讲 哦 T-Life赢了 嗯 就是那时候 还没有转名去T-Life 他就讲 哎 Brian赢了 因为层面上 你只需要把 这些Document 这些Recipes 这些东西 还回给XTime 可是他们有 叫你把200多间 法庭是不会帮这种人的 嗯 所以呢 当时候呢 那个法官是直接跟他讲 把200多间这个 Close off XTime直接关掉 因为High Court 他当时候为什么会做 这样的决定 给Brian继续经营 就是他考虑到 哎 200多家分店 嗯 可能一家店有 5个员工 对 那这时候 他就涉及到了几千 一千多个人的这个 对啊 200家 乘5个人 就10千个人了 是吗 不是 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人了 的Livelihood 哦 所以他就考虑到 OK啦 可以跑 不用关掉 可是Core Appeal就讲 没有 直接关掉 直接关掉 是根本没有给他这个 任何一个情面 嗯 OK那这时候呢 就闹得很僵了 对 闹得很僵了 嗯 那 最后的那个Case啊 是没有上到去Federal Court 哦 也就是最高的这个法庭 没有上到去那边 哦 没有上到去 没有上到去那边 这就是为什么 我当初在我的文章里面 我自己的账号的文章里面 嗯 我是保持一个中立的 Status 一个Position 嗯 为什么 因为我是觉得这样 High Court 你看到T-Life Brian Lou赢了 嗯 Court of Appeal 你看到X-Time赢了 对 就是1比1 对 那他们过后呢 是在庭外和解 哦 Final变成不是在Federal Court 搞定 反而是庭外和解 OK 所以庭外和解的细节是什么 哦 我不懂 对 我们不懂 对咯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问我 Brian有没有错 我很难讲咯 X-Time有没有错 我也很难讲咯 嗯 如果你问我啦 我自己的分析师 嗯 各有各的错 我 我会觉得说 Brian为什么一开始会 自己找自己的厂家 自己的Source 是可能他觉得 X-Time的 Ingredient的Cost 太高 不make sense 嗯 他一定要照顾到 他这里的Franchisee 对 然后他自己的盈利 他才做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这时候 你问我Brian有没有错 有 可是如果这个是 呃 被我们说中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是必须做出的一个策略吧 不然他也不能生存啦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到最后我觉得 为什么X-Time会跟他庭外和解 是因为我觉得双方都意识到自己有错吧 不然的话X-Time是不会放过他的 为什么要放过他 嗯 因为这个东西我都是 如果我是赢定了 嗯 我是不会庭外和解的 倒不如我直接把你带到去最高的法庭 输到你 然后你要赔卖我 对啊 你要赔我钱 我再一笔吃掉马来西亚的市场 哈哈哈哈 对对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 到最后他没有上到最高法庭 哦 我是觉得双方都意识到有错误啦 所以这里是我们的 个人观点 我们个人的观点啊 所以如果你们不赞成的话 It's okay 但是为什么我当初会保持这个中立的这个态度 嗯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justification 嗯 所以你对史诗有什么看法 那这个就是他的历史 你觉得Brian他是一个 你觉得他有错嘛 就说一说你的观点吧 嗯 我其实before Jin今天跟我讲这个topic之前啦 我有去看了看Brian Lu的那个历史 那其实我可以讲说 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 嗯 对 就商场如战场 那我觉得做生意的人都应该不会disagree这句话啦 对 then当然如果你讲hard court case这些东西 他错还是不错的话 轮不到我讲啦 我觉得 毕竟这种是商业的 商业化的一个打战来的啊 对 这是很正常的啊 就就例如你只要今天你是在做F&B的franchising 任何一个生意模式 你都很有可能involve downlaw case 这样子 如果你ex一个讲说是一个小白啦 你来做生意 你看到Brian Lu这样的case 那打一个比方 我可以看到很多人在下面骂人 你讲Brian Lu就是一个骗子啊 什么什么什么嘛 我想其实不是 你要看法是这样子的 你要抓他的强点来学 他厉害的点在什么 他从2017年有这个cord case 到2018年的这一年的时间 他可以在短短的45天里面决定从Charttai的名字转去T-Live 对 然后同个时间他还可以带起来这个T-Live 然后他还自己做了很多其他的品牌 对 为什么 为什么Charttai做不到 这是我想要问的 虽然是有点激进 很多人会讲他偷秘方 我就想 难道只能去偷henge bakute的秘方 你就会赢吗 对 还没 所以生意头脑跟生意思维这种东西是 不是很多人可以get得到 那我可以相信很多酸民定会在下面讲 其实如果你是身为一个企业家 你做个人IP 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相信我你没有办法 fulfill完全不人的口味 所以我也相信Brian Lu是这样子觉得的 So他也不care about你在讲什么东西 最重点就是我做好我的生意 我的思维做到 我的聊聊做到 我的bus bear做到 当然我不赞同他去想什么 去偷换 supplier这些东西啦 那那个是真是假 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嘛 这种轮不到我们评判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是在做创业 新创权的时候 你只可以学习那个人的强项 不要把那个人的缺点放大 例如今天我放大Gin的缺点 Gin放大Ivan的缺点 有什么意思 就没有意义了 就好像踩来踩去 踩来踩去 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像一堆酸民样子 我骂一骂去 然后大家赚不到钱 这是没有point的 那在现在的这个商业的 合作的本质在哪里 就是在这边出现了 可能我没有跟Brian Lu合作 可是我学到他的强项 他的思维点在哪里 相信我如果今天 一个大公司来诉你的话 你会很怕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 在顶着这样大的压力之下 你还可以把这200间的 分行起始回生 可是Chart Time却已经可以 基本上没有听到他的名字了 有啦 是有啦 但你听Brian Lu的名字 跟听Chart Time的名字 我基本上已经把Chart Time 淘汰在我的脑里面 这个是2023年啊 可以看到的Chart Time的分行已经少很多 少很多 而且我们有去到就是比较大的 shopping率如1U啊 KLCC啊 或者是可能上面 基本上你都可以看到T-Live都一直在排队 然后我有看到很多消费者 就是专门喜欢喝奶茶的人 他们有comment讲说Chart Time的 首先它的价钱是会比较贵 然后他们的口味也出到不够心 然后我跟你讲 我觉得Brian Lu一个 所有Malaysia F&B的人都应该要学 是他的精神是在于 他想要做出一个代表Malaysia Locker Brand的牌子 对 非常注重 Chart Time本身是从哪里来的 台湾来的 对 这个东西是没有错 可是当他经历了那一轮的一个洗礼的时候 他可能upgrade了他的思维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啦 可是他现在哦 你基本上你出去国外啊 你跟人家讲T-Live啊 人家都会知道这个是Malaysia的牌子 Rather than你跟人家讲Chart Time 我发现到啦 就平时可能跟国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 他讲T-Live我懂啊 Malaysia的嘛 奶茶嘛 所以我就讲不一样的这个东西 代表性 思维 打法 这些东西都不一样 然后他那天我有看过他一个采访 他就讲说他怎样打败自己呢 是怎样啊 他会说他每45天一定要研发出新的口味 45天研发出新的口味 请问一下 现在哪一个Malaysia F&B 可以保持这样子的速度 而且是你推出啦 是真的有人买那种 当然他一定会没有人买的时候 but就是45天哦 这样子的速度 有多少个生意模式可以做得到 他不断的在创新 这个是我觉得值得学的地方 很值得学 然后刚才阿文也有讲这几点 你因为Chart Time是台湾的总部 你把这个brand带进来Malaysia的时候啊 其实有很多的打法跟本地的需求 你是不知道的 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 你要怪谁 因为有没有这个情况就是 我不是在帮Brian Lu啊 我只是在看那个情况 我们正在讨论着这个business 那为什么当初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就是他去可能去拿不同的材料还是什么 这是可能当时候市场的需求 他不这样做的话 他的那个Franchise就没有办法 survive到 那这个Chart Time的总部懂不懂 可能他们不懂 毕竟在总部 他就是觉得我的原料就是这样的价钱就是了 你跟着我的价钱 所以我会agree with Ivan 我不是鼓励说去偷秘方还是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要只注重在这点 而可以学他的其他点 比如说创新啊 那个抵抗压力的这个心态啊 这些东西都不是凡人可以所做的 而且我有看中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 他OK 这边一定会有酸民讲 他讲他就是他的老婆有钱 然后他才有钱做东东西 Anyway 我相信我们频道的小粉丝的话哦 他们都会知道你真正要创业 并不代表你有钱就可以做这样久的 我们也看过很多 富二代创业是失败回去了 因为这个频道最初的时候有一集嘛 是讲是不是有钱就一定创业成功 创二代跟富二代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知道不是有钱就说创业会成功 当然你的失措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 对 但是你要熬到最后 然后你要熬出天 这个不是有钱就能做的 OK 然后我还想要讲哦 那个之前的时候 撩撩啊 是吗 那个Yogun Ice Cream 它是之前是在新加坡有的 对 新加坡关了 哦 新加坡 好像是 我听到 我不知道啦 但那个时候哦 Branilu选择把它带进来马来西亚 哇 我现在是觉得要不要瘦发 它应该做了蛮久了的这个品牌 就是它已经占领了这个Yogun Ice Cream 然后到了今年还是去年 我才开始看到有一两间分行 想要做小品类的一个Ice Cream 就是Ice Cream有很多种嘛 你有Baskin Robin 你有Inside Group什么什么的 可是它反而选择了另外一个打法 我做Yogun Ice Cream 就不一样哦 对哦 所以它很厉害抓嘛 它很厉害抓那种小品类 就是小小你没有去注意到 把它注意到 而且Marketer 这个就是它的strength 这个就是它的能力 我有看到 我就 诶 你给我换 我不会带进来 我觉得感觉太小 而且Baskin Bear 讲真 也就是它的咖啡品牌 也经营到不小 As of 10月2号今年 它已经有100个分行 哇 那前几集我们讲了 ZOOS Coffee ZOOS Coffee 它就有插播整300间分行 靠近Baskin Bear Coffee也不远 有100间 OK 那这就是 Brian Rue他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些list 那最近他也拿了 这个11千万的 10个million 10个million的投资嘛 那可以讲下 其实我觉得 T-Life的未来 它的future还蛮可观 就是他有讲过 2024年的时候他想上市 哦 那在上市之前呢 其实前几年呢 我们有比较注重这些财商新闻的 这些小粉丝们呢 都有注意到说 其实T-Life Brian Rue已经把 T-Life的30% 卖给了一个PE firm 也就是Credo Credo 那其实这个Credo 这个PE firm 我们可以小聊一下 它其实蛮传奇的 它其实就是把 C-TOS推上市 还有Mr.DIY推上市 就是背后的这个 背后的这个mastermind 背后的金主爸爸 背后的这个mastermind 而且他的创始人 真的是很厉害 他的创始人 是一个被点为 是点金手一般的男人 Minders Touch Minders Touch 其实就是这个Legend 就是有一个人 他去点了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都变成金 那这个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 Brahma Wasudewan 我可以把他的照片放在这里 他就是Credo的Founder 跟他的CEO 他就是被誉为是一个 Minders Touch的人 就是他 他沾什么鬼 project都好 那个project都会爆红 所以T-Life呢 有他们作为backup的 我是觉得非常可观 这个公司讲真 那目前他们也收购了 另外一个宠物的公司 Password Password Password应该是Mid Valley的 那间宠物店是吗 我没有养宠物 所以我不懂 他收购了40% 哇 这个是蛮大的一个 很明显 看中这个pet market 对对对 除了T-Life之外 他还有Big Pharmacy 他也投资过Big Pharmacy 然后他也有投资过 Old Town White Coffee Oh Old Town White Coffee 下次我们可以相聊一下 他很厉害喔 他2012年的时候 他以15个Million 买了10%的这个股权 OK 一年以面而已啊 下一年啊 他就退出了 而且那个15Million 他退出的时候 已经变成30个Mil 一年翻了一倍 一年翻了一倍 点时曾经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人很厉害 那为什么我今天想要把这点带出来 就是因为T-Life背后30%是这个男人 在那边做着backup的 所以这时候呢 又有中国的这些投资家 进来了这个10个Mil 那我觉得T-Life的这个Future呢 是真的是还蛮闪耀一下的 我蛮期待Brian Lou 过后会发展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况 我是 嗯嗯嗯 对 那Ivan你还有什么东西要加的吗 没有 OK好 那我觉得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希望你喜欢这样子的content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好 拜拜